乞乖宝宝学画画 今天我们来画一个万圣节的黑蜘蛛 我们先来画一个蜘蛛的身体 它的身体呢上面有一些绒毛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下这样的小弧性 来画一个土圆形的身体 它可以不要那么规则 头顶上呢我可以稍微有几根不一样的 我们来先把它的眼睛画出来 它现在就是一个小黑球 现在是一个盖着眼睛的小黑球 我们一样把它的眼睛先画出来 月眼里面还是画三个小短线 我们来画小蜘蛛的嘴巴 一个半圆形 小舌头给画出来 你们告诉我蜘蛛有几条腿啊 蜘蛛有八条腿 对不对我们来画它的八条腿 一条因为这里我们到时候会都涂黑 一条因为这里我们到时候会都涂黑 所以你穿进完也没有关系 两条穿过它 它把一条腿举起来了 它把一条腿举起来了 没有一条腿没看到的那种花呢 三条腿四条腿 然后osto用三条腿 一二三四四条腿 左边有四条腿 左边也要画四条腿 嗯嗯 好那 我要拔 那我现在要把蜘蛛涂黑咯 蜘蛛是不是很好画 它简单的蓝双就是一个毛茸茸的土纹形 加上8条细细长长的腿 现在我来把它涂黑 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蜘蛛的身体是黑色的 所以它的眼睛如果这样涂的话 我就看不清楚它的眼睛了 怎么办呢 我想不能让这张画浪费掉 所以说我挡出了两个眼睛 一动动把它贴上去 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 我先把它的嘴里面涂了 一个深红色 这样一点红 我们来把它的眼睛粘上去吧 就是一步后面有胶的眼睛撕下来 然后贴上去 就可以了 撕下来 贴上去 哈哈 它有一个好看的眼睛了对不对 移动一下它的眼睛了 那这个眼睛我现在单独告诉一下你们 如果你要画它的话 那我们就要画成 先画一个外框 大大的圆外框 然后里面画一个小的 然后里面还是可以像我们之前那样去画它 像这样 这样去画它 这样去画它就可以了 如果画了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过切这个也挺好看 它还是滚起来的 通起来的那种 自己画也可以 如果里面要画一点 画这样的眼睛哦 蜘蛛就画好啦 是不是很简单 我要给蜘蛛画一个蜘蛛网 用漂亮的紫色 首先呢我们要在这点一点 作为这个蜘蛛网中心 然后画几条线出来 这些线呢不需要画那么的直 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四条线 然后我们把中间做一些连接的线条 然后这个鞋条呢弯弯的 都可以有个地方断了 它没有连上去 最细 有个地方呢它可以连两根像这样 嗯 嗯 再两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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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蜘蛛 是不是一个大大的蜘蛛网 我连出来了呀 你这个哪里不够呢 你可以哪里再加一根 嗯 好啦 小蜘蛛的家也画好啦 今天是不是画很简单 就是一个黑黑的黑黑的小球 加上八条腿 最终呢就是眼睛千万记得 不要涂到全黑了 一定要在外面再加一个框 好啦我们要来写它的名字咯 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两个单词 第一个是蜘蛛 蜘蛛 蜘蛛怎么写呢 因为这样的装饰一般 都会在万圣节的时候出现哦 Halloween Halloween L L O W E E N Halloween Halloween Spider 万圣节蜘蛛 希望你们画出来可爱的小蜘蛛哦 这个眼睛它可以动哦 嗯 它在观察室中 很好玩 Bye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